我們是唸大學的時候開始創業 當時在產地看到大量的水果準備要被丟棄 僅僅是因為他們長得不夠好看 或是有一些斑點 所以我們就在想想 我可不可以為他們做一些什麼 我是剛好要升上大學四年節 那個暑假 因為畢業制度可能是為期一年 那會讓我們自由來去發揮 因為我們自己還蠻喜歡到處去爬爬燥的 每一年的時間 我們可不可以實際去接近田園裡面 利用我們這些手水去發揮一些影響力 尤其是我們在產地裡面看到很多的火龍火 被丟棄在田園裡面 那一問之下才知道這是所謂的格外品 它可能長得太大 太小 或是因為日照而有了一些斑點 農民說這些水果是沒有辦法進入市場裡面 大課的時候如果就這樣一點 你還是必須要丟掉 那時候就很心痛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景象的時候 心中是蠻震撼的 所以我們團隊決定來去思考說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幫助這些外果 重新進入到市場裡面 我們還有想去達成一個目標 就是縮短水果從產地進入到消費 它中間這個湧成的供應鏈 那對於那時候是大學的時候 我們當然想到最直接是把它做成所謂的果乾嘛 或是果醬等等 我們花了大概快兩個多月 才開始摸索出一些訣竅 那那時候我們剛烘的時候 很簡單嘛 就是一人花300塊 然後去買一台非常小十年來家用果乾機 所以我們就去市場先去買了很多的水果 回來自己試試看什麼樣的果乾 它的厚度、溫度、時間 要怎麼去掌控才可以變成一個好吃的果乾 那也很幸運呢 我們在初期找到了鳳梨、香蕉、檸檬、巴勒跟火龍果 有一個是跟我們擬近相方 可是它已經務農八年 那它其實還蠻酷 它老婆很喜歡吃酪梨 所以它就把一些香蕉都弄掉 改成種酪梨 變成說我們現在下去的時候 本來的香蕉甜 可能有一半都已經開始種酪梨了 當初我們五味 那其實大家對於未來的想像 可能會不太一樣 剩下我跟子余兩個人 繼續在這個地方 努力去推廣這個議題 我們要去小農的一個產地裡面 去拍攝所謂的國有影片 甚至是在官網放上所有小農的介紹 我們把它稱作為無形價值的轉換 他們最後跟我們合作 也不是因為這些水果 可以重新讓他們賺到多少錢 可是他們最在乎的是 我花了一年種植的心血 可以重新進入到市場裡面 讓大家來去認識我的水果 我們在小農身上 我們有看到就是 他們是真的很開心的一個笑容 就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是對他們是有意義的 最挫折的應該是 在品牌建立的第一年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什麼樣的資源跟管道 可以讓大家來去購買我的產品 甚至是認識我 所以我們就分頭找了很多種資源 我們去找了通路 我們去找了網路上的平台 電商 甚至群眾募資 那段時間 我是真的覺得還蠻挫折的 我們就算有好東西 有好理念 去幫小農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找不到一個 願意接納我們品牌的一個地方 當我們群眾募資完順利通過了之後 我覺得那時候 心中滿有一種感慨的 再去看到當初筆記本寫下東西 會發現 原來我在一年前就寫下 我們現在也達成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真的有時候 我們要改寫下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會 冥冥之中就會 往這個路過來去努力 那這個機會 也有可能就這樣找上來 之後 大家可能會想找到 是 在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都是